人乳养猪 靖武帝曾到王继家做客 食器全是琉璃器皿 百余势必穿着绫罗端菜 这道业乳猪味道非常鲜美 做法如何 这道菜是用忍辱味的小猪做的 武帝听了心中非常不快 还未吃完及离席而去 这道菜连王楷石虫家 都不知道他的做法 寻志伯到远方探望朋友的病 正好碰上狐贼来攻城 我是将死之人 你还是快逃命去吧 不要管我了 我自远地来探望你 你却要赶我走 为了贪求生命而败坏义气 岂是我寻聚伯会做的事 全城的人都逃光了 你俩好大胆 敢留下来不走 朋友病重 我不忍心舍他而去 情愿牺牲自己换他活命 我们这些无义之人 竟攻入这奖义气的国度 说吧 即全军撤回 歌席绝交 管宁和华欣一起在园中除草 看到地上有一小黄金 管宁把金子当作瓦石 不去管他 华欣则捡起来 把他丢到远处去 又有一次 他两人同袭读书 门外有辆豪华马车经过 哇 好棒的马车 我们还是分析而做 你不是我求学问道的朋友 喜怒不济于言 鸡康是曹操的孙女婿 曾在北魏当过官 他长汉光同尘 好恶不与人争 患了朝代以后 他为了避愿 因而更加谨慎 王荣 王荣与他相交二十年 我汉西坑做了二十年的朋友 不曾看过他面露喜怒之色 永远是一号表情 羽公不卖马 羽亮有一匹身上男型的马 这匹马太严了 把他卖了吧 卖掉他 一定会有买的人 这又害了别人 怎可以把有害自己的东西 转移给别人呢 从前分熟熬杀了两头蛇 就是为了不让后来的路人看见 成为古人乐于传颂的佳话 我效法他的做法 不是很好吗 处球对气 东进南渡以后 每到空闲好日子 士族们就相邀到星庭引荐 风景是很不错 但却和北方故乡的完全不错 大家听了都相对流泪 丞相王导看得非常生气 站起来说 我们应该同心协力 光复河山才是 怎可以像做了主球一样 相对而泣 高座道人是昔日来的和尚 不会讲汉语 他和民事交谈 往往要靠翻译 后来周一遇害 他坐在林前 用胡言念咒数千言 没有人明白他念的内容 高座道人为何不学去汉语呢 因为不会讲汉语 可省去应酬的麻烦呢 文王城坐东海郡代手 为正亲近 大胆 敢思练 敢思练 巨内池中鱼 巴上 他头部池中鱼 从前文王的林园 方七十里 百姓去采桥打猎都可以 我池中的几条鱼 又算得什么 啊 七步成诗 曹植才思过人 深得曹操喜爱 想被曹丕改立曹植为太子 曹操曹操死后 曹丕即位 对曹植百般欺悟 令你七步之内做一首诗 若不能完成 便杀死你 主豆池做羹 露鼠已为之 骑在府下燃 豆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哦 妇人之美 非美不显 谢安问主部 陆腿说 张平为什么只替他母亲做蕾文 而不替父亲做蕾文呢 因为男人的德性 已表现在事业行为之中 早为世人所知 而妇女的美德善行 只表现在家里 不靠蕾文 何以传世 陈云芳达克问 陈太秋和朋友相约出游 过了约定的时刻 朋友还是没来 太秋不等他 而先走了 哼 尊大人在家嘛 等你回主部来 他已经走了 这不是人 和人约好一起去的 劝抛下别人先走 你和家父约好周五一起走 到了周五却不来 请不讲信用 当着儿子的面貌不清 更是没有礼貌 有人惭愧 下车想拉陈云芳的手 原方静自入门 不理他 云无虚让 王树观声上书令 令道变形 毫不谦让 爸爸 你应该谦让一下 你认为我不能称职吗 怎么会不称职 但谦让是美德 礼俗上恐怕不能免 人之处事 当先良己而厚动 亦无虚让 你年纪轻轻 就学会这套虚理 人家都说 你将来会胜过我 我看到是未必啊 零行不变色 鸡康年轻时傲事 不为勿用 尚不成天子 下不是王侯 因而得罪了朝廷 在洛阳东市 零行前 他神气不变 琴带来了没 鸡康激过琴 便弹了一曲 广陵伞 从前 闻笑意想学广陵伞 我舍不得叫他 如今广陵伞 是注定要绝传 鸡康被杀 鸡康被杀后 晋文王也觉得很后悔 王荣不摘礼 王荣七岁时 看小朋友在路边玩 见路旁的李树 结了很多果实 别的小孩 都针山爬树 粘领子 只有王荣不动 王荣 你为什么不摘 树在路旁 能够保存这么多果实 这些李子一定很苦 我不相信 果然很苦 东床快讯 施太傅在金口时 派遣门生送信给王丞相 要求选个儿子做他女婿 你到东乡去随意挑选吧 是 门生选完回来报告 吃太傅说 王家那些儿子都很不错 听到我来选句 大家都很拘谨 但有一个躺在东边床上 富仰卧着 根本不当一回事 这个好 就选他吧 大厅之下 那个人便是王羲之 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 中夜奏胡家 刘坤遭胡气围困在城中 大家都急得毫无对策 到了晚上 刘坤便登上城墙 发声长啸 笑声凄凉 胡人听了很感动 中夜以后 他又叫人吹胡家 胡人思相勤切 不觉为之落泪 连着几个晚上 夜夜胡家 胡人终于弃成回乡了 临危不乱 前秦胡间 率兵八十万南下 向地聚攻下攻进 朝廷派精兵八万 到怀上学战 谢安在别墅与侄子下棋 忽然前方战报到来 战报 谢安看完信 默默无语继续下棋 前方胜负如何 快说呀 我们都急死了 小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 见机而退 张汉在齐王辟的手下当官 有一年 见秋风起 想到家乡蔬菜羹 炉鱼块的味道 年生难得几回痛快 又何必在官场伤脑筋 于是就辞了官 故车返乡 不久 发生八王之乱 齐王终于失败 敌有仙剑之名 借阶急流永退 并不是为了家乡的蔬菜炉鱼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王树晚成 王树为人晚成 当时人都说他呆吃 由于他是王成的儿子 丞相王导就引用他为怨吏 王导常在家中与朋友倾谈 王导每次说话 众人无不争相赞美 对对对 主人并非圣人 怎能事事都对呢 不错不错 讲得真对呀 王丞相大围探上 却气死了在座的客人 真是个不顺项的呆瓜 樊仪善于品鉴人 宇亮请他推荐一个 请帮我找一个好的人才 好 我推荐的这位很特别 别人应有的长处 他不见得有 这样子你还要推荐给我 他的优点是 别人不应该有的缺点 他通通没有 王大自是三月柳 王公和王臣交情很好 因悟性圆月流言 便相疏远 但王臣很可爱 王公虽不与他往来 却常常想念他 一天早上 王公散步到金口社堂前 见梧桐新发 枝崖挂漏 王大自是三月柳 令人相思 奴牛圣奴马 庞统到吴国 与很多吴国的民事交往 庞统见了鹿鸡富少 鹿子像奴马 有一族之用 顾子像奴牛 可以负重致援 你是说鹿鸡强过顾绕 奴马虽快 只能做一个人 奴牛一天 只能走百里 但其只在一人 吉人之慈寡 王羽之的三个儿子 找谢安闲聊 王伟之 王草之 多谈些俗事 王羽之 王羽之 只寒暄一下而已 这三位兄弟 这三位兄弟 谁比较好啊 小的最好 何以见得 吉人之慈寡 造人之慈多 吴 五弟不忘补乳恩 汉五弟的乳娘犯了罪 五弟想依法处罚他 乳娘便向东方朔求救 这件事 由我向五弟讲好话 是没有用的 不如这样 等一下五弟找你问话后 你离开时 要频频回头看五弟 但不可说话 这样或许有万一的希望 于是乳娘去见五弟时 照着东方朔的话作 你真糊涂 皇上哪还记得 你喂乳时的恩情啊 算了算了 赦免他的罪吧 谢谢圣上 紧被风波 陈元芳丧父 哀痛哭泣 以至于骨瘦如柴 他的母亲联系他 就偷偷地用紧被替他盖上 正好郭泰来吊记 看到了 你是天下的才俊之士 天下人均以你为魔犯 你怎可以在桑旗之内盖紧被呢 红子说 穿紧衣 十道米 你的心安吗 我真为你惭愧啊 自此以后 静百日没有宾客上门 原地戒酒 敬原地信速好酒 渡江以后还探悲中物 王岛常流泪苦劝 皇上 皇上因你富国为重 把酒戒了吧 好吧 再珍酒一杯 是 原地喝吧 将被附在地上 将被附在地上 从此不再喝酒了 阔 曹操坐宰相时 有一天去看相府施工的情形 他在门桥上 他在门框上贴了一个活字 就离开了 宫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阳修 阳修见了便说 把大门拆掉 改小一点 为什么 门中加火 不就是阔字吗 丞相嫌门太大了 对呀 怎么没想到呢 盒子玄机 有人送给曹操一瓶落 曹操喝了几口 于是在盖子上提了一个盒子 为什么写一个盒子 什么叶子 看不懂 阳修一看 便把落打开 喝了一口 魏王请我们一人喝一口落 大家快喝呀 人一口 画地另方 和燕的父亲早死 曹操便纳燕母为妾 因此和燕便随母住在宫里 这小孩很讨人喜欢 我想收他为子 和燕知道曹操想把他收归曹家 便在地上画一方格 并坐在格子中间 干嘛出在这里不出来 这里是何家的房子啊 曹操知道后便把和燕送出宫 日近日远 静明地小的时候 坐在原地溪上 你知道长安和太阳哪个比较远 太阳远啊 为什么 只听有人从长安来 没听过有人从太阳来的 第二天 原地咒集群臣宴会 把昨天的故事说了一遍 你说太阳和长安哪个比较远 太阳比较近 你怎么说的跟昨天不同呢 我抬头就能看到太阳 却看不到长安啊 心静自然凉 静孝地小的时候 冬天白天只穿单衣 夜里却盖上多重棉被 谢安劝他说 陛下这样白天太冷 晚上太热 不和养生之道啊 夜里很静 我的心也很静 就不会太热了 啊 床头捉包人 曹操要见匈奴来使 我的相貌不足以雄服雄奴 你代替我接见他 是 崔眼声姿高唱 眉目疏朗 虚长四尺 非常威武 曹操替他跨刀 站在床边 接见完毕 曹操派间谍 问匈奴的使者说 你看卫王如何 卫王仪表堂堂 但床头捉刀的人 才是英雄啊 曹操一听 立刻叫人追杀使者 下杀 下杀 站住 王湛选七 王湛年轻时有点傻 他父亲怕他跑不到老婆 随你自己的意义 选一个老婆吧 我想娶隔壁好谱的女儿 好啊 好女过门后 不但滋容好 而且非常贤惠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好女贤熟呢 哦 我曾看她在井边取水 举止容貌不时常 看她的背影就知道贤熟啊 韩姆银骨鸡 厌局不喜旧家具 因此把家具全都换新的 嘿嘿嘿嘿嘿嘿 后来发现 她母亲还把一张旧桌子留着 啊 为什么不把它弄掉换新的呢 旧东西不留着 将来古物从哪里来 伪罪于牧 王导请郭婆作卦散命 哎呀 丞相又雷劈之恶 能否破除此恶 可用柏树替代 于是王导令人取一节 与自己一般高的柏树 放在床上 王导知道后说 丞相的灾是消了 柏树却无端遭了羊 啊 画人点睛 顾凯之有三觉 才觉 画觉 知觉 他善画人 但经常画好数年 也不点眼睛 为何不把眼睛点上 完成这张画呢 四肢画得再好 与画得好坏无关 画人传不传神 最重要的正是眼神 嗯 嗯 琉璃戒酒 啊 没酒了 琉璃喝酒过度 中了酒毒 一日不喝 点饥渴难忍 太太 求求你 给我点酒喝吧 哼 求求你 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把酒戒了吧 啊 啊 好好 你准备点鸡品 我对神力士 才戒得成了 啊 好 天生琉璃 以酒为名 一饮一劫 无斗皆醒 妇人之言 甚不可听啊 啊 又喝醉了 流场的酒品 流场很爱喝酒 他也不择酒友 跟什么人都喝 来来来来 喝酒 流场饮酒 真是无品 是啊 我自有道理 酒量比我好的 当然要与他 拼拼看了 酒量与我差不多的 更要拼一拼 酒量比我差的 也要让他有机会拼一拼 因此 流场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 房子是裤子 流灵 流灵 喝酒喝到这种样子 真是不笑话 天地就是我的房子 房子就是我的裤子 你跑进我的裤子干嘛 凤 鸡康和吕中屁相知 两人为了相见 敢千里路去找对方 也不觉得远 有次 吕中屁去访鸡康 不在 鸡康的哥哥 七喜 出来接待 吕中屁没进去 只在门上提一凤字 便走了 吕中屁刚才来找你 他说我是凤呢 凤子不正是凡鸟两个字构成的吗 他说你是凡鸟 你还不自知呢 对呀 吴勋寿鹿 靖元帝生下太子 大雁群臣 每人赐给一件礼物 英鸿桥向原地致谢说 皇子胆生 破天同气 臣无功劳 却辱蒙陛下厚赐 这件事你岂能有半点功劳 啊 哈哈哈哈 狗洞自由狗出入 张旋之八岁换牙齿 两颗门牙中间却有一缝 大家都知道这小子不好惹 没有人敢笑他的牙缝 偏有不适向的人笑他说 你怎么口中开个狗洞啊 就是留给你这种人出入的 啊 爆吃甘蔗 顾凯之画画很绝 做人也很绝 很多行为与常人很不同 他吃甘蔗 总是心从不甜的这位吃起 为什么要这样吃法呢 哦 这样的吃法越吃越甜 见智佳静 哈哈哈哈 白锦衣 知道林到贵姬去 见了王献之兄弟 王家弟子常讲无语 知道林却听不懂无语 见了王家子弟 觉得他们如何 他们像一群白锦乌鸦 每天牙牙叫个不停 望梅止渴 曹操有一次带兵行军 步入梅水的道路 军士们都渴得走不动了 哎呀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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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大梅林 节子胜多 又甜又酸 可以解渴 哇 梅子啊 哎呀 哎呀 可我选择流出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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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们听到梅子都流口水 就靠这句话的鼓舞得以走到水源所在 曹操的诡计 曹操常跟左右说 我睡觉时别靠近我 我会在睡中杀人 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次他假装睡着 有个亲近侍卫便拿被子替他盖上 曹操就顺势把他杀了 从此每当他睡觉时 左右都不敢靠近他 肝肠寸断 环温带兵入四川 经过三峡时 有个墓下抓爆了一只小猴子 墓下地 母猫沿岸哀嚎 跟了百鱼里还不肯入去 后来更跳到船上撞死了 偷开他的肚子一看 肠子都寸寸断裂 欢文知道后非常生气 你滚下船去 我不要有这种故乡 十重每次请客都叫美人炫酒 若客人不肯干杯 就叫家匠把美人斩了 有次王岛与王敦到十重家中做客 王岛虽不善饮 勉强自己喝一致大醉 我先干为敬 但王敦却坚持不喝 十重已经连杀三个美人了 王敦依然面不改色 求求王大将军救救我 把酒喝了吧 哈利亚 你就把酒干了 不然他又要杀美人了 他杀他自己家里的美人 关你什么事 席步侠暖 沉重举一言一行都足以为是灵的表善 每当他灯车瘩 每当他灯车把家里的姿态 更有澄清天下之后 驾 有一次他出任御章太守 当到那地方 当到那地方便立刻说 我要先去拜访徐儒子 大家的意思呢 想请太守您先到官署里去 周武王因敬重商荣 到他住的地方 到他住的地方向他致敬 匆匆忙忙 连席都不及作乱 我效法先往李贤下市 有什么不同 曹操有一个歌迹 声音轻悦羔羊 但性情却十分粗暴 抱歉 今天不想唱了 可恶 于是曹操立选了一百个女子 请人教她们唱歌 这一百个女子中 已经训练出一个 唱得跟你一样好的歌迹了 你永远不必再唱了 杀掉她 饶命啊 以动如牛豆 殷重堪的父亲得了怪病 身体虚弱怕惊动 连床下蚂蚁爬动的声音 他都以为是牛在乡斗 床下 是不是牛在打斗啊 不是啊 只是一只蚂蚁爬过罢了 孝五弟不知道此人 是殷重堪的父亲 听说有一位阴性老人 得了怕惊动的怪病 臣进退为谷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原来 寻灿情深 寻灿娶票记将军曹红的女儿为妻 曹氏长得十分美丽 夫妻两人十分恩爱 有一年冬天 曹氏得病 高烧不退 寻灿便到亭中 把身子冷一冷 娘子 我用身体抱救你 看看高烧会不会退 没有用的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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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氏得病 曹氏死后不久 寻灿也死了 王时年二十九 德不足称 以色为主 寻灿说 女人兼具才得姿色的极少 有姿色的没有才德 有才德的又没姿色 所以才德与姿色两者 应选有姿色的为主 裴尾听了说 这是寻灿个人之介 别为了这话耽误了 取器不能以姿色为主 有人问英豪说 为什么人要得到官位 就会木剑棺材 将要得到财富 就会木剑粪便呢 官位本是臭火的东西 所以将得官就会梦剑棺材 贤财本如粪土 所以将得就会梦剑粪便 谷肉香图 环玄与环修是堂兄弟 但环玄很看不起环修 经常当众羞辱他 后来环修知道环玄将要篡位 想趁机报仇 母亲 等一下环玄会来这里看你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袭击他 环环玄也是我抚养大的 他也是我如母 我不忍心看你们骨肉香残呢 好吧 报仇的事就算了 相锅二庄 魏晋石 住界庄子的有数十家 其中以上秀住得最好 但还差秋水 智乐两天没住完 相秀就死了 郭相这人才高而品性不好 他见相柱不传于世 便切为己有 令自助秋水智乐两天 又换住了马皮一片 郭相的庄子柱问世以后 相秀庄子柱也被发现了 柱姐的好棒啊 两本住的一样嘛 所以现在通行的庄子解忆 有相柱柱柱两种版本 但内容都一样 白马论 谢安年轻的时候 清润玉讲解白马论 赵人公孙龙子曰 白马飞马 马者所以命行 我知道你讲得很有鉴定 可是我还是听不懂 哎呀 不但能讲解白马论的人不可得 就是听得懂白马论的人也不可得 王容的女儿嫁给肥尾石 曾借几万钱给女儿 女儿每次回来 王容都没有好脸色 嗯 爹 以前向您借的钱还给你 嗯 女儿把钱还了 王容的脸色立刻变笑脸 最近好吗 嗯 唯亲坐驴驴 孙子金因为自己有才华 很少佩服别人 一生只佩服王五子 王五子去世 当时的民事都来吊丧 孙子金厚道 灵师痛哭 复客为之挥泪 生前你喜欢听我学驴教 现在我就问你再学驴教一生 可恨让你们活着 而叫这个人死去 啊 临床鼓琴 顾艳仙生平喜欢弹琴 死后 家人把琴放在临床上 张翰 张翰来吊丧时悲痛异常 就上临床弹奏束手 顾艳仙生 顾艳仙 是否喜欢听琴音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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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又大哭起来 竟忘了直孝子手的李树就出去了 秦随人王 近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王为之 献之两兄弟都病得很重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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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没听到献之的消息呢 他 他已经过世了 唯之知道弟已去 一点也不悲伤 便坐车去奔丧 他坐在临床 拿现知的琴来谈 闲音不协调 子敬啊子敬 人死了 连琴也跟你走了 啊 弟弟 弟弟 啊 哈哈 过了一个多月 唯之也去世了 成性而行 性敬而返 王为之 王为之 住山音时 与雪叶 喝酒 饮涌 忽然间想到了戴奎 开船吧 带我到隐县 拜访戴奎 走了一夜 才到戴奎的门前 但他去不去敲门 就又回头了 我们回去吧 人家问他说 既然到了 为何不进去见戴奎呢 哈哈哈哈 我们成性而去 性近了就回来 何必一定要见到戴奎呢 王为之离开京都 人还在船中 过去他曾听说 环一擅吹笛 但并不相识 马车上的人就是环一 去请他吹奏一曲 环一当时官也做得很大了 但他也久闻王为之的大名 就下车为他吹奏了三曲 吹奏完毕 就上车离去 主客两人 没交谈一句话 王敦击鼓 禁武帝与群贤共画记忆 王敦却坐在一旁 一副不屑的样子 王敦 你会什么记忆 我就会打鼓罢了 取鼓来 是 王敦阳鼓奋疾 冰杰协调快捷 如狂风暴腿 他急骨的神气豪迈 倘若无人 在座无不叹齐豪爽 王敦屈地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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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赞许王敦为高尚之士 他曾经沉迷于女色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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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